后德在务 据朝野简载记载 唐太宗李世民有个发小叫王贤 自小就和唐王关系很好 在唐王取得天下之后 并向李世民讨官做 最开始唐王还是有所犹豫 因为他不确定王贤是否具有为官的福分 但王贤求官心切 说哪怕自己早上能做官 晚上就死去 也心甘情愿了 于是唐王碍于顾骄的关系 就赐予了王贤一个官位 谁知在王贤被授予官职的当夜 就暴毙身亡了 另有史书记载 隋文帝扬间本是一位勤俭治国的能主 结束了自东汉末年到隋朝统一之前 近400年的分裂格局状态 实现了自秦汉以来的又一次国家统一 因而被后世奉为中国四大明军之一 然隋文帝最终因不能分清中间 废了性格直率的太子杨雄 转立巧言辞令的杨广为太子 杨广继位后 荒淫好战 使得其父苦苦打下的家业 在他手中短短十多年就挥霍一空 最终身死国灭 整个隋朝在历史上仅存在38年 周易公中说过 帝是君君子以后德在武 大义是说上天赐予一个人或是一个国家多大的荣华富贵 是看其具备多大的德行 若人所携带的德很少 又不知积德行善的话 给了他功名利禄都无福享受 因为没有德就在不起物质上的财富 上述的两个例子就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王显因德少而注定命中无关 应求取官未来最终也是享受不起 隋扬帝虽身为帝王 但不知静以修身 简以养德的道理 没有以德治国 哪怕隋文帝留下的基业再丰富 他也不能继承多久 最终弄得个国魄家王的惨状 修炼人都知道 德不光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要求 还是一种实际的物质 人要想获得任何幸福和财富 都必须通过德去交换 反之没有德也什么都不会有 这才有了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的古训 上天就是看人德的多寡 来决定事的成败 而不失不得是宇宙中既定的规矩 所以既得行善者必有余情 反之强取豪夺者必遭余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